由于缩拉台风的侵袭 致使许多农民的农作物造成损失 台风至今近两周的时间 有交农向一元陈情 向县府申请协助复耕 却迟迟拖延 错过农作物的复耕最好的时间 致使许多农作物枯死 损失更多 现场借一片香蕉原惨不忍睹 这样的情况已经拖延了两周至今 在昨日才将香蕉农作物列为补助 对于县府的做事效率 使农民只能摇头叹息 议员陈昭玉接获陈情 于今日上午前往水里香山区 焦园会刊 对于县府的执行效率 表示非常痛心 焦农表示香蕉树受损 从树干中截断 经一天的时间就能够富裕 若拖过复耕的黄金时间 就会慢慢的坏死 无法再拯救 对于农灾补助的审核与流程 县府拖延许多时间 让农民迟迟无法复耕 直到昨日才将香蕉农作物列入补助项目 而其他农作物却还没列入补助范围之内 议员陈朝玉对于县府漠视农民的态度 表达执意和谴责 我们南岛中央跟我们协定的 自有荆州 可以立入这次 红台的灾海灾顺的一个补助 其他目前也是同样 没有听到有其他的农産品 有来立入 所以我感觉这点也不对 我们看到农産品 农牢顺利益 就知道 既旦 劳的辛苦 一定都有回报 为什么中央一而在在山的 漠视我们农民的一个权益呢 台风造成许多农员的受损 不仅影响农民的生计 也影响农产品市面上的价格 议员陈朝玉呼吁政府 应该多重视农民 加强作业成效 不要让农民的痛苦雪上加霜 民意新闻陈于林水里采访报导